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又在我的频道见到你 谢谢你观赏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跟你讨论的是一个很不一半的问题 什么是昆达里的能量 如何启动这个能量 昆达里的能量 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种神圣的创造力生命力 它位于我们的底骨 一直是处于沉睡的状态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或者是几辈子都不曾启动它 但是一旦启动 你会瞬间达到开悟的状态 这需要数年的练习和机缘 它是一种将你身体里的性能量 转变为精神灵性力量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重生 在这重生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甚至你会成为造物中的共同创造者 你会变得很自然 就和万事万物有个最高震度的连接 你可能 未开始可以和树 花草 一些对我们构度 轻轻松松地和高次运的美好存在连接和交流 甚至你会发现 你的心想事成 简直就是瞬间显化 你会移造物中的视角 去看待和感受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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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仿佛都是新生 同样的事物 同样的患者 同样的人 你却有着不同的感受 你还是你 但又不是你 混蛋里面 那样结果的时间的长短 因人而异 以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说 瑜伽的练习 和气脉轮的观想 都对混蛋里面 一样去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清理和活化 你的所有气脉轮 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先将你的海里轮 与地球的心脏连接 想象着地球内部 有一股火红的火焰 从地球之心 向上冉冉升起 连接你的海里轮 通过你的底骨 想象着两只蛇 环绕着你的基柱 向上攀升 某一天 某一刻 这股能量 从你的底骨处 陡然地升起 穿过和点亮所有的脉轮 直达顶一 并在顶轮 突破头顶 开出一朵美丽的 金色莲花 在那一刻 你与丧之中连接 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转态 在这股神圣的能量 穿越和点亮你所有脉轮的瞬间 你会经历每一个脉轮的高潮 这种无悦和神圣的感受 远远超过性爱的高潮 在这里 我要劝劝所有的人 不要浪费和践踏 你的神圣性能量 你是完全可以将他们 转化成为 灵性精神能量 创造你的梦想世界 你要真正的理解 你的性能量是神圣的能量 将它挪架与转化 变成一个你养生的工具 变成一个你创造梦想的工具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尊重我们身体里 这一部分动物性的本能 用智慧将它转化 唯我们所用 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遍 当这个能量 开始向上升级的时候 经过其轮的时候 你会感到强烈的幸福吗 在此时此刻 你一定要用你的意识 将它引导向上 注入你的太阳神经测 心容 红额 三眼泪 以及顶面 并且 冲出你的顶面 开出一朵美丽的 想象了一朵金色的链花 在那一时刻 它就能一起 和宇宙 连接在一起 你可以随时下载 来自于宇宙的信息 昆达里面的能量 一旦升级 你会明白 打开眼界 这个词的真正的爱意 这种合一的高潮体验 很爱的感觉 无法连续 详细的表输 你或许会感受到 一切是爱 一切是爱 心悦和幸福 就此停留在哪一刻 仿佛时间 静止 在这个黄金时期的门口 更高的宇宙能量 倾泻而入 涌入地球 它有利于 我们的昆达里面 能量的开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比过去几千年 更容易达到开明的状态 2020年 一股强烈的宇宙 养生能量 将倾入地球 抓紧世界 亲密 莫红花 你的麦领宝 莫确信 你也会开启 你的困大灵 你造物中 成为共同造物者 创造这个新地球 新天堂 新亚特兰蒂斯 金磨灵 有希 早安 瓶地 activ 明镜与点点栏目